1-2-3X chem 產線人員 有產線1-1 條產線 2-2 條產線 3-3條產線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給一個產線他抓不到 所以有產線一二三怎麼辦 所以這裡會牽涉到一個 就是你可以用所謂的萬用字元 對,有概念 信號,另外還有一個問號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那個 就是萬用字元 有所謂的信號和有問號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信號跟問號 這個跟資料庫的那種比對 有點類似啦 資料庫,如果你有學過那個SQL語法的話 會有一個like like什麼啦 可能前面 如果你只要找到中間有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用信號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問號 問號是 如果你前面或後面有固定的字元 比如一個字就一個問號 兩個字就兩個問號 那信號是不固定字元 不管有幾個字 反正裡面有 產線這兩個字 那就幫我抓出來 OK,所以 請各位第一個 先開啟007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那因為有產線1 產線2 產線3 那這些都產線 請你幫我怎麼樣 把它加種起來 用什麼呢? 三米斧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請你 想想看 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下 改成 VBA 那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改寫成 一鍵完成 不過這個一鍵完成不是叫你直接丟公司喔 丟公司很簡單嘛 把公司丟進去它馬上顯示出來 但是我們要的不是喔 我們要的是請你用VBA怎麼樣判斷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然後呢 如果它A欄裡面的前兩個字是產線的話 幫我把它的C欄裡面的資料累加起來 累加喔 所以這邊的話VBA如何累加 那你要怎麼樣把一個工資 先暫時存放在某一個變數裡面 等到它又找到產線2的時候 又把這個工資怎麼樣呢 跟前面一個再加起來 再存起來 這個要累加有沒有 存起來 然後把前面的又加 那就存 又加又存 這個叫累加 那VBA怎麼做到這一點 會不會很複雜 不會 待會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一題主要重點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主要是用三米符怎麼樣 去再配合一個喔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萬用資源 因為criteria裡面喔 如果你不懂得用那個萬用資源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會做不出來 那這個萬用資源喔 跟那個資料庫裡面的那種 字串的比對喔 蠻接近的 感覺這個就是資料庫啊 也就是說利用三米符幫你去找出你要的資料 那當然呢 這個產線1 2 3喔 它沒有共通性 就開頭一定是產線 那後面的那個字不一樣而已 所以如果我criteria如果要改的話怎麼做喔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題做完 第二個就是VBA 怎麼樣把它寫成什麼呢 寫成可以一鍵完成的 那一鍵完成我們不是丟公式啦 丟公式太簡單了 我們是要怎麼 幫我用那個VBA累加喔 累加那怎麼累加 如果條件為true才去加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何在VBA裡面做累加的動作 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來看這一題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三米符 所以第一個一樣插入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三米符 一樣這兩個一組 所以range指的是你要找的東西 那我要找什麼產線 所以找的那個東西在哪裡 所以這兩個是搭配的喔 找什麼呢 找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產線 特別是喔 所以你那個敘述的方式 一樣是一個字串 當然你不打沒關係 它會自動幫你加 打一個什麼產線 一定是產線開頭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那可是我不知道產線123 那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打一個新號就可以了 就是不管它是產線多少 反正一定是產線 另外一個方法是加一個問號也可以 那這兩者有什麼差別 我剛剛講過喔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字 比如說產線123到9 到10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有11的話 那你就變成怎麼樣 如果你要到十幾的話 就要兩個問號 那所謂的問號是 你有幾個字 固定長度用問號 如果你不確定幾個字的話 那你乾脆用信號就可以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你用問號用信號都可以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用信號好了 那加總的工資在這裡 它如果條件有找到的 那就加起來 有找到加起來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範圍 就是要加的是這個範圍 按確定 兩萬三千多 那另外當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你想說 改個問號很好 OK 但你可以把它打勾 結果一模一樣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11好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如果改成產線11 有沒有 可能不只是10到11好了 那如果說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如果你用問號就會不對了 但是如果你用信號會不會對呢 可以數一下 Enter OK 也會是一樣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差異吧 還有一點 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什麼什麼的產線 比如說可能有什麼 什麼主機板產線 可能硬碟產線 可能記憶體產線 可能什麼什麼產線 那它那個產線 可能在中間的話 記得一樣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信號 什麼什麼的產線 剛好在中間 所以這個外用之前加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樣加的話 很多資料你是找不出來的 OK 所以打個勾 OK 那就做 再來